前一个影片我们提到 有些无穷数列无法直接计算求得极限值的时候 其中一个方法就可以利用比较数列的大小 再去看各自数列的极限 另外我们也利用了数学归纳法来证明 两个数列的比较大小 这个影片我们将会介绍 如何利用数列的比较大小来求数列的极限 试着猜猜看 当正整数n大于等于30 3的n次方与n的三次方哪一个比较大呢 有些数列的极限无法利用之前直观的方法 或数列极限的运算性值来求得 此时我们可以借由两个数列来限制原数列的范围 并以双边逼近的方式求得原数列的极限 这个方法称为数列的极限定理 我们以数列an、bn与cn的三部图为说明的范例 假设绿色的点是数列an 蓝色的点是数列bn 红色的点是数列cn 虽然在第四项时 c4比a4b4大 在第七项时 c7比a7b7小 但是从第十四项之后 每一项cn都介于an与bn之间 当n越来越大 且an与bn的值会越来越靠近L时 被夹在中间的cn也会越来越靠近L 也就是说 当数列an与bn的极限都是L时 数列cn的极限也会是L 我们来整理一下 是无穷数列an、bn与cn 从某一项起均满足 an小于等于cn小于等于bn 当n趋近于无限大时 an的极限值与bn的极限值皆为L 那么无穷数列cn也会收敛 而且数列cn的极限也会与 数列an数列bn的极限一样 会是L 接着来看一个例题 之前的影片我们提到过 对任意正整数 n大于等于4 n的平方会小于等于2的n次方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数列的比较大小 来求Limit n趋近于无限大2的n次方分之n的值 首先我们将不等式同除以2的n次方 得到2的n次方分之n平方小于等于1 再同除以n得到0小于等于2的n次方分之n小于等于n分之1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数列2的n次方分之n被数列n分之1与数列0夹住 而且因为当n趋近于无限大时 0的极限值为0 且当n趋近于无限大时 n分之1的极限值也为0 所以由甲己定理 我们得到当n趋近于无限大时 2的n次方分之n的极限值为0 以致无穷数列cn中的每一项cn都满足 5n分之2n-3小于等于cn 小于等于5n分之2n加3 求limitn趋近于无限大cn的值 解答当n趋近于无限大时 cn的极限值为5分之2 再来我们欣赏一个甲己定理经典的应用 以前的数学家在探讨圆面积的时候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利用内接正多边形 与外切正多边形去夹几出圆面积 例如圆内接正三角形会比圆的面积小 而圆外切正三角形会比圆的面积大 圆内接正方形会比圆的面积小 而圆外切正方形会比圆的面积大 当边数越来越多的时候 多边形的面积就会越来越接近圆面积 借此就可以去估计圆面积 也就可以估计出无理数π的近似值 阿基米德当时利用这样的方法 计算到正96边形 并估计出圆周率π的范围 借在3671分之10与3671分之1之间 这样将π的准确度正确到小数点以下第二位 现在我们有计算机的辅助 大家可以延伸阿基米德的想法 算到更多的正多边形哦 当n大于等于30 内接正n边形面积 小于等于圆面积 小于等于外切正n边形面积 用数学式子来表示的话 分别将不同的n带入上式 并利用计算机求近似值 完成以下的表格 并估计更多位数的π 最后我们来重点整理一下 数列的甲几定理 设无穷数列anbn与cn 从某一项起均满足an小于等于cn小于等于bn 当n趋近于无限大时 an的极限值与bn的极限值皆为l 那么无穷数列cn也会收敛 而且数列cn的极限 也会与数列anbn的极限一样 会是l 数列的甲几定理就介绍到这里 之后我们会把甲几定理的概念 推广到函数的甲几定理 各位同学继续加油吧